赵前孙礼 周正王 逢尘楚位 切勾占白堂 这儿这定场是短 它为什么得短呢 就是为了尽快的入正活 咱们好接着说赵慧 实际上这会儿在新疆这赵慧还算不上主角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漠北蒙古反了清滚杂补 为了平定战乱呢 这个大清朝廷就把墨西蒙古的八旗兵往漠北调 怪的呀 就是平定这次彻一之变 这八旗兵啊 联合蒙古旗兵一起 三下五除二还就真把这个清滚杂补给逮着了 逮着之后送到了北京这清滚杂补一家大小的问斩西市 虽然呢这仗打得干净利索 赢得也漂亮 不过呀这大军一来一去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 您打开您的手机上的地图啊 您瞧一眼 这个伊犁地区离这个外蒙可还远着呢 看着呀就是火柴棍这么长啊 实际上啊得且走呢 关键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平整的草原 还得越过这个沼泽和山地 还得翻过几家大山 这乌亚赵会这会儿领了这一千五百人呢 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新疆啊 这北疆唯一的一支清军部队 那这乌亚赵会呢也自然成了这个地区现在的最高长官 因为这八七兵都撤走啊 去平定这个清滚杂补了 所以这会儿啊这北疆啊 看似非常的平静 咱们书中按表啊 实际上这会儿的北疆啊 那简直就是暗流涌动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啊 准干尔韩国原来留下的这帮太子 当然了也包括乾隆皇帝啊 后来新封的这四部大汗 这些人呢领着自己的这个部众啊 一起去讨伐阿姆萨纳 可是在这些战役的过程当中啊 这帮蒙古太子就发现 这清军呢简直就是无能 尤其是这些清军的将领 不是糊涂车子呀 就是混蛋 要不接呢 就是让这阿姆萨纳呀 略施小鸡呀 在草原上就骗得团团转 要不接呀 就是啊遇到阿逆走了 对头也不敢应战 是没头就跑 再加上啊 这会儿大军已然撤出了墨西蒙古 留下的这帮大汗和太子们啊 这心里就像春天的草原 欲望啊开始发芽了 说啊有这么一天 一个蒙古士兵就骑着快马 来到了伊犁就要求见定边 幼夫将军赵慧 他说呀自己是 绰罗斯不得不重 放了自己的大汗 嘎了藏多尔记的命令啊 来到赵慧将军这儿是求援的 这赵慧一听啊 让他进来吧 于是啊 这名牧民呢 就尽得了大仗 跟这个赵慧汇报说呀 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们这些牧民在自个儿的草场上 好好的在放牧 这辉特布的大汗巴雅尔 无缘无故的就带领着自个儿的牧民 赶着牲畜入侵了我们的草场 依着这我们这个部众啊 和这个我们大汗首席的这帮 太子宰丧的意思啊 就拔出刀了呀 跟他们干了 可是我们大汗又说了 哎我们现在是大清国的子民 绰罗斯汗包括呀 这绰罗斯领地的草场啊 那是大清朝廷给划分的 所以说呢 现在对草场的归属权上 有了纷争啊 也得是朝廷出面调停 我们不能次次解决 这赵慧一听啊 没错 你们大汗说的对 哎是讲理的 是懂礼意的 于是啊 他就把自己手下的一名将军叫来了 这名将军的官职可也不小 宁夏将军 这人叫什么呀 叫何启 他跟着何启说呀 这将军呢 现在啊 咱们也没多少人 只能让您屈尊呢 带着您的亲随卫队呀 下到草原呢 给他们调停一下这事 有您这个宁夏将军的威望啊 到了草原之后啊 三句话两句话 可能这个事啊 就了了 这何启一听啊 大帅跟自己说话呀 挺客气 再者说呢 现在军中也确实派不出人来 于是啊 就带着自己摆设来号的亲随 跟着这名牧民呢 就下了草原 可是啊 这让赵慧和何启呀 万万都没想到 这原来就是这帮厄鲁特的一个奸计 是这个嘎勒藏多尔记和巴埃尔两个人共同设计的 为的就是要诱杀前来调停的将军 以及所带的清军 这两位乾隆皇帝亲自册封的大韩呢 踩着这个阿尼的脚印啊 扯其造反了 咱们在这儿啊 得用一两句话交代交代这两位造反的韩王 您还记得这个绰罗斯汗 嘎勒藏多尔记吗 这就是这乾隆皇帝任命他为这个绰罗斯布韩王以后 当时啊 那还是大清朝领着双方的亲王阿姆萨纳呀 就和这个乾隆皇帝禀报说呀 说这个呀 叫做这个嘎勒藏多尔记的人呢 资历太浅 不配做这个绰罗斯的韩王 那么实际上呢 这用心也很明显 他的意思是让他肩着 这乾隆皇帝分封四位韩王 在这个墨西蒙古啊 就是怕谁家的势力做大 哎 这个是故意把他们拆封成四只 他怎么可能让一个人呢 去兼两个这个韩王的职位呢 于是这乾隆皇帝很坚决 根本呢就没听阿姆萨纳那一套 依然啊 是封了这个嘎勒藏多尔记 为绰罗斯布的韩王 这事呢 前文书咱们讲过 咱们提了两句呢 无非让您回忆起来呀 这个造反的人是谁 哎 下面该说的呀 就是这个 灰特布的韩王巴雅尔了 我觉得呀 这人您更得熟 这个灰特布的韩王啊 是二次封的 第一次封的 当然就是那个造反了的 阿姆萨纳呀 后来阿姆萨纳 反了之后啊 这大清朝廷 才把这个灰特布的韩王啊 封给了巴雅尔 您别看 这会儿这巴雅尔啊 才正式出场 实际上的这巴雅尔的故事啊 咱们前两天已经讲完了 没错 就是前两天呀 咱们讲海兰茶的时候 那个一战呢 就成就了海兰茶 让海兰茶 任寇搭闲 一箭 就射中了胳膊肘子的 那个巴雅尔 这二位韩王啊 算是造反了 造反了是什么意思啊 光在草原上 竖起反旗吗 当然不止这些呀 他们还要啊 把草原上 驻守的这些 巴旗兵啊 通通的赶尽杀绝 那么现在就面临着 两个问题了 这两位韩王啊领着自己这个造反的不重 是先打乌鲁木齐呢 还是先打伊犁 这俩人凑到一起啊 抱拽一算呢 还是先打乌鲁木齐 为什么呢 因为算起来 这乌鲁木齐啊 他的地理位置更靠东 把这个乌鲁木齐吃掉以后啊 那么这个伊犁啊 可就真正成了这个草原上的孤岛了 到时候啊 这草原上就真正只剩下了 赵慧带领着这一千五百人 那还不是想让我们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吗 得嘞 那咱们就先打呀 这乌鲁木齐 这草原骑兵打仗啊 仗的就是一个快 哎 闪电战吗 快马弯刀 杀到城下呀 没费劲 三下五除二 就把这乌鲁木齐城给攻下来了 一进这乌鲁木齐一看呢 这俩叛贼这个乐就别提了 没想到啊 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啊 发现呢 还有额外的惊喜和收获 感性这乌鲁木齐这儿啊 除了守军守将之外呀 还有一队人马 这支小队呀 是一支押戒小队 他们押戒的是谁呀 他们要把呀 前些日子呀 这乾隆皇帝下令免职的 侧郎和御宝押戒回京 这俩人呢 从那个伊犁押出来之后啊 在乌鲁木齐修整一下 然后啊 走木来 经巴里坤 这样奔了甘肃 才能进到内地 就是这样的一文一武 两位大人的囚车呀 被这叛军堵到了乌鲁木齐城 这二位呀 虽然现在被这乾隆皇帝 隔了职 拿问进京治罪 可是这两个叛贼知道 这两个人呢 那可是当年领着大军 二征准安尔 清军的最高指挥 这武将侧郎啊 那可是这个大清朝的亲命定西将军 这文臣御宝呢 那也是这皇上钦锋的随军参赞大臣 这俩人一商量啊 甭留着 杀 你不杀几个清朝大臣呢 你不能让这乾隆看到咱们的决心 哎 您说这二位多倒霉 这侧郎跟御宝啊 就在乌鲁木齐 就丢了脑袋 这俩人呢 要是被押解回京的话呀 很有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这乾隆皇帝心眼一活蹬啊 没准就把这俩人饶了 哎 他关键是 谁跟废物较劲呢 可是这天料地料 谁也没想到 在乌鲁木齐啊 这俩人把脑袋就先丢了 这突如其来的草原叛乱呢 是朝廷里边的乾隆皇帝 以及驻守在伊犁的赵慧将军 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朝廷和这个驻守在新疆的八旗军 又是如何动向呢 咱们呀 明天 接着聊 咱们呀